再来看到过年期间不少民众会选择释放烟火来助兴 但不少缺乏功德心的民众在燃放烟火后没有将垃圾带走 台东知名的国际地标过年期间就出现许多烟火释放过后的纸盒 还有仙女棒的垃圾 台东县政府委托清洁单位加强清洁 来到台东的游客也表示功德心需要再加强 清洁人员手拿夹子迅速地将地上一盒盒的烟火垃圾装进垃圾袋中 而放野望去地上到处都是释放完烟火后的垃圾 清洁人员表示昨天天气较为寒冷 今天的垃圾量还算少的 台东国际地标因为未处海边且周围并没有其他建筑物 因此成了许多民众选择释放烟火的地点 但却有不少没有功德心的民众 在释放完烟火后却没有将垃圾给带走 而是直接丢在原地 让清洁人员十分困扰 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清这些垃圾 大概从小年夜前两天就会有这些垃圾 那陆陆续续它会量会越来越多 昨天的话比较少因为可能前天晚上比较冷 对对对 这样子我们每天大概要清这样的垃圾量大概有多多啊 我们那个小货车会会满满一车这样 甚至有时候还会不够载还要再回来再第二趟 对 美丽的海边你放完美丽的烟火要把你的水手的垃圾要带走 对不然的话我们这些清洁人员也是很辛苦 而从西部来的旅客也表示 虽然是在过年期间 但功德心还是要有不要破坏美丽的环境 过年嘛对啊 平常都还蛮干净的 平常是还蛮干净的嘛对啊 所以过年可能大家比较兴奋啊对 所以难免啊 那还是有没有去希望他们还是要放完还是要把这些垃圾收取 对啊当然人要有功德心啊 因为这环境是大家的嘛对啊 这样如果漂到海里对海洋也都不好对啊 所以其实应该大家要有点功德心 守护环境这样子大家出来玩才会心情更好 过年期间释放烟火助兴 但也呼吁民众的功德心不要像烟火一样一起被送上天空 而是要将垃圾带走不要造成他人的困扰 以及维护美丽的环境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